这是2022年韩少喜主演的一部浪漫爱情音乐剧 本期电影解说公司就为大家解说这部 原生代 故事开始 偷偷暗恋八年的女孩躺在自己怀里 这一刻男孩的内心疯狂心动着 怎料下一秒恩秀突然苏醒 眼前这暧昧的姿势让她感到羞愧极了 慌忙逃进了卫生间 恩秀是个小有名气的作词家 可她最近的作品却接二连三被举 理由竟是歌词暗恋的情感太过单薄 因为恩秀有着一张惊为天人的脸 向来都是被男生主动追求 那些暗恋的心酸和落寞 还有压抑在心中的喜欢 她从未体验过 而暗恋恩秀八年的轩宇就不一样了 那种苦涩的情感日日夜夜都充斥着她的内心 身为摄影师的她总是会记录下 自己的青梅竹马恩秀最美的时刻 却始终不敢吐露出对她的真心 恩秀想要看看他们去年旅行拍的照片 轩宇却谎称自己不小心删除了 这天 恩秀主动约轩宇在常驻的小酒馆见面 不断吐槽着那该死的暗恋感情 既然喜欢人家 为什么不大胆地去表彩 为什么一定要悲伤难过 恩秀实在是无法理解 见轩宇一副很懂暗恋感觉的样子 恩秀嗅到了一丝猛中 八卦她是不是有了暗恋的感情 被戳中心事的轩宇赶忙俗变赴云 这时务外竟然飘起了出血 恩秀趁机恳求轩宇来自己家 给自己当作词的助手 分享她那种暗恋的感觉 以此来弥补自己窗户上的故事 怎料轩宇惊一口拒绝了 理由竟是恩秀家里太早了 他们走在回家的路上 摇摇晃晃的恩秀 差点被路过的摩托车撞了 恩秀边走边呼售着 这草门眼台 细心的轩宇担心恩秀穿得太少 于是取下国间的围巾 温柔地为她往上 恩秀发现不远处的便利地人外 有台娃娃机 顿时兴奋地向着小孩子 迫不及待地拉着轩宇家娃娃 而她的眼神中 满满的都是对恩秀的宠义 还耐心地传授她抓娃娃的诀窍 好奇的恩秀不断追问 轩宇暗恋的女孩是谁 还想要抢走她的手机 探看女孩的照片 但喜欢她的轩宇 却不能说出口 顿时失落极了 她像往常一样 将恩秀赋摩家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随后她收到了 恩秀发来敷面过的自拍照 二人的相处模式 跟情侣没什么区别 回到工作室的轩宇 心疼意乱 她习惯性地打开电脑 不断翻开着恩秀的照片 回忆起四年前的自己 和恩秀一起期待着 摄影比赛的结果 恩秀认为自己 一定是第一名 怎料名单出炉后 自己只踩一个第二 朋友们都在祝福训练 恩秀却突然暴动了 认为肯定是有黑 凭轩宇的实力 就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名 说着就掏出手机 要去谈电话投赋 原来今天也是恩秀失恋的日子 恨铁不成钢的朋友们 搞不懂她还在留恋什么 那个渣男长得不仅没有轩宇帅 还没有轩宇好 恩秀还不如直接和轩宇在一起了 恩秀说不行 要是和轩宇交往后分手了 自己就没办法活下去了 她一辈子都不要和轩宇同感 就这样 轩宇只能将自己的心意 埋伞在心里 以朋友的身份 默默地陪伴在恩秀的身边 但这样 自己就已经很知足了 女孩无意间 摆开青梅中口电脑 却发现了很多 以自己名字命名 都合见家 里面存放了很多 偷拍自己的照片 恩秀顿时就吃惊不鸣 自己似乎发现了一个埋藏了 很久的命 这时 洗完澡的轩宇感 恩秀迅速窃回桌面的夜面 她不知道 自己在刻意逃避时候 原来在几天前 嘴硬心软的轩宇 还是带着心里箱 住进了恩秀家 只为分享自己暗恋的经历 协助她做此 可恩秀却怎么也不会想到 青梅竹马轩宇 其实已经悄悄暗恋了自己八年 还傻乎乎的鼓掌欢迎轩宇的到来 入住的第一天 轩宇就开始收拾起了恩秀的猪窝 而恩秀则在一旁抖乱 轩宇洗碗时 恩秀则在一旁主动投喂她 两个人似乎过起了 像小情侣们一样的 没羞没骚的同居生活 吃饭时 恩秀看着手机一个劲的傻乐 原来是欣赏的作曲家 兴趣爱好和自己同品 还开心地在社交平台上找共同点 却不知轩宇已经吃起了甘醋 喝醉的恩秀 直接在地板上睡起了大觉 细心的轩宇 怕她着凉 给她盖上了毯子 鬼使神拆般地躺在了她旁边 这一刻 轩宇感到十分满足 因为只有在恩秀不知情的时候 她才敢肆无忌惮地表达对她的爱 就这样 轩宇搂着恩秀睡了一整晚 清晨睁开眼 看到的就是自己喜欢的人 这一刻 轩宇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睁开眼对视的二人 顿时都感觉十分地尴尬 在卫生间洗漱的恩秀 回想着刚刚那句话 轩宇说她快疯了 她不明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轩宇陪着恩秀一起作词 还听了她写好的小样 她多么希望恩秀能明白自己的心意 随后她又陪着恩秀出门散步 寻找灵感 恩秀八卦起了她对暗点之人的感觉 轩宇表示自己常常会因为违法为她付出而伤心 轩宇给恩秀买了很多巧克力 可她自己却不吃 恩秀不明白 小时候的轩宇明明很喜欢吃 为什么现在不吃了 这天轩宇陪着恩秀找到作曲人谈合作 她像以前一样递给恩秀橘子果汁 怎料轩宇一口多过 用手里的蓝莓汁和恩秀交换 还故意说恩秀最讨厌的就是橘子 在爱情面前 成熟的男人也会变得无比诱着 轩宇喝完果汁后还发出奇怪的声音 只为了催促恩秀快点离开 回家的路上 恩秀因为轩宇的无礼十分生气 不爽的轩宇直接在半路下车 正当轩宇苦恼该如何哄好恩秀时 她竟然主动带着鲜花来求和好 没出息的轩宇自然是欣然接受 随后和恩秀来到超市大采购 她十分享受和恩秀独处的时间 还偷偷在购物车放了恩秀最喜欢的巧克力 回到家后她准备大展身手 亲自下厨来抚慰轩宇受伤的心灵 结果被突然造访的妈妈 吓一大跳 尽管恩秀极力解释这二人的关系 妈妈还是感觉有猫腻 于是拿出擅长的塔罗牌 让轩宇随机抽出了三张 通过牌面恩秀妈妈读出轩宇有喜欢的人 而且还是十分纯粹的爱 而最后一张牌能读出喜欢的人在哪里 轩宇此刻十分慌张 恩秀妈妈似乎也读懂了她的心思 故意说那个人在很遥远的地方 轩宇终于松了一武器 恩秀妈妈匆匆忙忙地收拾东西离开 临走前将最后一张牌送给轩宇 希望可以给她带来幸福 你相信男女生之间不存有命 恩秀和轩宇在高中时期就是形影不离的死党 轩宇会拿着相机记录恩秀最美的时刻 就这样二人吵吵闹闹陪伴了彼此很多年 没有写作灵感的恩秀想感受下4点40分的凌晨 轩宇毫不犹豫地陪她出门 细心地为粗心大意的恩秀戴上围巾 这样的有情人谁都会羡慕 直到这天恩秀在轩宇的店老板 无意中发现他偷开了许多自己的照片 他此刻才恍然大悟 原来轩宇暗恋的人竟然是自己 于是他鼓起勇气询问轩宇 但轩宇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两人竟默契般地选择了沉默 这天轩宇得到一个好消息 国际知名摄影师看中了他的潜力 邀请他一起去海外拍摄 这场合作足以让轩宇能量世界 成为摄影界的新型 只可惜这周就要准备出国 而恩秀在得知轩宇对自己的情感化 也创作出了十分优秀的歌词 得到了作曲人的赏识 成功拿到为底油歌星作词的活动 下班后恩秀迫不及待等好友们分享这个消息 还意外得知原来他们早就知道 轩宇暗恋的写错 得知真相的恩秀却不打算接受恋爱 他害怕自己不让轩宇受伤 也害怕分手之后两人形同陌路的样子 于是他开始刻意逃避轩宇 哪怕轩宇早早就为他准备好了早餐 他还是选择视而不见悄悄溜走 结果却在院子里和轩宇撞个阵仗 轩宇习惯性地为恩秀围上围巾 还找出了他上学时期的自行车 想要为他重新修好 决定在出国前向恩秀表白 恩秀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 连忙解释自己今天很忙需要加班 让他不要等自己回家 晚上轩宇骑着修好的自行车 满心期待着恩秀的出现 怎料他此刻正在和作曲人吃西餐庆祝 时迟等不到恩秀的轩宇赶来公司接他 却意外发现他正在楼下的餐厅吃饭 还是和他颇有好感的那个男人 于是他找了个借口紧来插一脚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对方嗅到了轩宇是来者不善 恩秀出去接电话时 作曲人突然起身往轩宇这边走 轩宇紧张地抄起酒瓶 原来他是想捡起掉在地上的围巾 然后说着他向恩秀告白了 听到这话的轩宇顿时就愣住 自己中就还是晚了一步 得到答案的轩宇决定尊重恩秀的选择 决定主动退出这场竞争 拜托作曲人送恩秀回家 这天恩秀主动来工作室找轩宇 却从经纪人那意外得知 轩宇很快就要出国拍摄 行遍全欧洲 虽然这对轩宇来说是个好机会 但此刻恩秀的内心却感到莫名的失落 回到家的恩秀 看到轩宇给自己准备了惊喜 他修好了那辆坏费的自行车 当年他就是用这辆来教诲恩秀汽车 他承载着两人许多美好的 恩秀害怕轩宇向自己赶来 于是抢先一步表示自己支持轩宇出国 追求梦想 他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 轩宇也明白了他的心 选择退回到朋友的位置 因为他不想让恩秀有任何的负责 第二天一大早 恩秀送轩宇离开 他又开始叮嘱恩秀要按时吃饭 注意饱满 轩宇离开的这一步 让他们回想起八年前轩宇入围的问题 恩秀故作散播的送点 轩宇立法将他拉进怀里 贪婪地感受他身体温暖 走到半路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轩宇担心恩秀回不了家 于是买好雨伞再次扫回恩秀监制的餐厅 却发现恩秀已经哭成了泪泪 等到轩宇真的离开后 恩秀才发现了自己对轩宇的心意 在等待轩宇回来的日子 恩秀也在努力地搞事业 事业逐渐走上了正轨 成了业内公认的实力派作词家 轩宇不在身边的任务 恩秀会用手机记录下自己的日常生活 分享给远在国外的轩宇 但由于轩宇的拍摄地都不平均 信号时好时坏 联系不上成为的常态 以前大大咧咧的恩秀 出门时从不会带回家 现在却不忘轩宇盯住 乖乖地找到围巾带好 很快一年时间就过去了 这一天变化响起来 恩秀迫不及待地接听 可惜并不是轩宇打来 作曲家约恩秀 摆到高级西餐厅吃晚餐 他决定在今天正式向恩秀告诉 但恩秀并没有丝毫的惊喜 反而冷静地告诉对方 自己其实不喜欢红酒 作曲人顿时明白了恩秀的意思 恩秀回到家 惊意外地发现家里灯全都打开了 还以为是轩宇回来了 发现是妈妈后心情瞬间失落了 他突发奇想地想要算塔罗牌 结果抽到了一张和轩宇一模一样的牌 这时他才明白了 原来妈妈也早就知道了 恩秀已经很久都联系不上轩宇了 每当思念他时 恩秀就把玩的轩宇送给自己的玩偶 突然发现玩偶的小背包里 有条项链和一张纸条 希望你的生命名永远都有 这一刻他决定不再逃避自己的心意 第二天早上路过街角的发电视 恩秀竟然偶遇了轩宇 他傻乎乎地以为这是自己的幻觉 可其实是轩宇真的回国了 他恰好有十天的假期 还为恩秀带回来许多不同口味的小铁 但恩秀还是没有勇气向他坦白自己的心 发现轩宇买的花不是送给自己的 他内心顿时失落不已 这一年的恩秀成长了许多 担心轩宇冷会主动为他带回家 这天恩秀像以前一样 来工作室给轩宇送下午茶 却发现他们已经有了许多好吃的 轩宇身边还多了一个漂亮的助手 二人的关系似乎十分亲密 晚上为了赴约的恩秀 一口气换了几十套衣服 然后带着美食来工作室聚餐 还故意将大衣抖出声响 只为了引起轩宇的注意 但轩宇却顾着和助手一起工作 无聊的恩秀拿起桌上的相机把玩起来 却遭到女助手的制止 恩秀尴尬地放下相机 又拿起桌上的底片研究起来 但又被助手阻止了 恩秀顿时感到十分不爽 自己静静出出工作室这么多年 第一次觉得像个多余的人 聚完餐后 恩秀独自坐在门外发呆 却意外偷听到女助手向轩宇告白 不出意外 轩宇拒绝了他 送走了后背后 说着你可以出来了 原来轩宇早就 发现了躲在车后的恩秀 回家的路上 恩秀终于鼓起了勇气 说着我们交往吧 但被轩宇拒绝了 因为恩秀曾说过 一辈子都不要和轩宇分开 他们要一直做好朋友 陪在彼此身边 轩宇如了他的愿 但他却并不快乐 骑脚踏车外出兜风势 轩宇扶着车后座 叫他骑车的回忆不断出现 恩秀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他拿出自己未完成的歌词 最后一句决定 让轩宇来写 也将自己的心意 全部投入出来 他无法想象没有轩宇的生活 说着对不起 是我太时发现了 一直沉默地轩宇 做出了回答 写了最后一段歌词 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我爱你 这一刻 他们二十年的友谊 终于画上了句号 因为取而代之的身份 是恋人 从那天起 他们就整天宁愿在一起 每天的日常 就是不断地秀恩爱 至此全剧终 好了 这里是电影解说公司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解说 可以考虑订阅留言按赞哦 我们下期见 rod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